北美大陆的西岸 有一座光怪陆离的城市 繁华与破败并存 既有厚重的历史背景 也有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 它本该作为一个开放世界游戏的舞台 大放异彩 但面试后却被丑闻级的争议所包围 那些优秀的设定和美学 有趣的人物和细节 都被糟糕的游戏体验所掩埋 如这边的游戏 但两年过去 经过制作组CDPR的修修补补 它原本的魅力 才算是逐渐被挖掘出来 大家好 我是脸 欢迎来到我的赛博朋克2077专题 这个游戏也是那种 可以说的东西太多 反倒让我不知从何说起的作品 先说个人立场 2077在玩法上有很多遗憾 发售时的情况也真的很恶劣 但是我依然很喜欢游戏的内容 不是因为巫师系列导致的爱屋及巫 也不是因为制作组把它修补的有多好 而是因为它是有史以来最贴近 经典赛博朋克科幻风格的游戏 没有质疑 CDPR最擅长的叙事和任务设计 在这个高度还原赛博朋克的世界里面 绽放出了强大的魅力 作为爱看科幻小说的人 玩得真是超级过瘾 现在资料片《王日之银》邀出了 会进一步扩展和完善这个世界 我在期待的同时呢 也想让大家在资料片发售之前 尽可能全面的了解这个游戏 所以这期影片就是我对2077的 全方位完整的建设 从风格起源到脱胎与桌游的庞大世界观 从市场争议到玩法的实际体现 但还有呢值得戏品的剧情线设计 看过之后你就会完全的 彻底的了解它的魅力 在开始之前呢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支持一下我是 好了 下面进入正题 Cyberpunk是个相对比较新的科幻流派 上世纪80年代才正式成型 这个词语最早于1980年被人创造 是一部短篇小说的标题 但小说内容并不是后世的赛博朋克设定 1982年 大导演Ridley Scott 拍了一部电影《银翼杀手》 工人启发了两个标志性的赛博朋克元素 一呢是大公司控制下的未来社会 二呢是霓虹灯与脏乱市井混合的视觉美学 但除此之外 这部电影还是没有一个系统的赛博设定 直到两年之后 小说《神经漫游者》横空出世 才完整定义了赛博朋克 作者William Gibson也因此被称为赛博朋克之父 他用既冷静又梦幻的文字 描绘了一个由巨型企业 全球网络和人体改造主导的未来 开创了赛博空间等等转有的名词概念 但抛开表面上的一大堆科幻名词 赛博朋克的核心主题其实并不复杂 我把它概括成了三点 一是高科技低生活 这句话最经常用来描述赛博朋克 指的是一个拥有先进科技的社会 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普遍很差 贫富悬殊犯罪猖獗 二是超人类主义 指人类为了追求更高的境界 用科技来改造自身 所以这而来的身份丧失和身份认同问题 是赛博朋克很爱探讨的一个主题 第三点就是反抗权威 因为赛博朋克作品的主角往往都处在一个反抗权威和制度的立场上 这三个主题是赛博朋克的骨架 而那些天马行空的科幻元素 就是用来填充骨架的血肉 其中又有三个极具标志性的事物 赛博空间 赛博植物体 以及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巨型公司 先说巨型公司 这种公司业务遍布全球 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其运作早就超出了传统政府的监督范围 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2077里面的荒板集团就是一个典型 巨型公司是极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漠视被资本淘汰的底层民众 也不存在社会责任感 所以处在其影响下的社会 阶层当然严重分化 然后就是知名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 Gibson写神经漫游者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互联网还没诞生 所以他把未来的网络形式 幻想成了一个独立的虚拟数字空间 数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形成实体状态 而黑客可以通过仪器把自己的意识接进去 以物理形式跟数据交互进行侵入和修改 但赛博空间的危险不亚于现实战争 黑客一旦受到强大的数据攻击 当场脑死都有可能 每一次的接入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最后是俗称一体的赛博植物体 也就是植物人体的科技产品 比如电子脑强化器官等等 一般是出于军事和医疗目的开发 但因为实用性就演变成了全体人类的生活方式 成为美容美发一样的家常便饭 植物体改变了社会的规范 模糊了人和机械的界限 也自然而然引出了有关人性本质的思考 这些科幻概念跟背后的思想 赋予了赛博朋克风格一种特殊的美感 很多人说是赛博朋克的美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霓虹灯 但那个只是视觉层面的美 我觉得它更深层次的美学来源 还是高超的科技和破败的现实元素 碰撞出的火花 这种碰撞可以让人同时感受到 过去的承重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创造了一种时空错维感 里面有无数可以幻想的话题 既迷人又沉浸 赛博朋克流派确实影响了 后世的科幻创作 不少我们熟悉的作品 里面都或多或少有它的元素 但能在气质和设定上 高度贴合神经漫游者 这一类经典赛博朋克文学的其实不是很多 而在内之中有一套来自美国的桌游系列 这套桌游就叫赛博朋克 始创于1988年 是俗称跑团的那种桌面角色扮演游戏 它推出过多个不同的版本 发展出了一个横跨百年的庞大世界观 吸引了一群核心粉丝 其中就有远在波兰的CDPR主创 早在巫师森发售的两年前 CDPR就动了把这个桌游IP 改变成电子游戏的心思 那个时候的CDPR国际知名度还不是很高 所以桌游作者Porn Smith 在听到他们的请求之后 态度是充满怀疑的 但CDPR在跟他的多次交流中间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和对桌游世界观的充分理解 这才打消了庞大叔的疑虑 同意签约授权 并全程担任开发顾问 赛博朋克2077就此立项 为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之后组把游戏故事的时间定在了2077年 比桌游的主要时间线玩了好几十年 而游戏的主人公 也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原创人物V 性别和外貌由玩家自定 世上2077的内容跟桌游差别非常大 毕竟电子游戏有着桌游无法实现的实时战斗 叙事还有实听元素 对应的设定也必须更丰满更复杂 游戏里面的场景 剧情和绝大部分人物都是原创的 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保留了桌游的重要人物 比如Johnny迎手、Adam仲锤、荒板三郎等等 还大幅扩展了相关的剧情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桌游的标志型人物 基本都在2077里露了面 死活不屑 但是有个唯一的例外 就是传奇傭兵Morgan黑手 他在桌游里的存在感非常强 但2077却只有寥寥几句文字对白提到他 不知道惊喜会不会藏在资料片里面 玩家在桌游里有很多职业可供选择 像是中间人、黑客、独狼拥兵、摇滚小子等等等等 而2077的主角V 最前设定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独狼拥兵 靠承接危险的战斗类工作来生活 但游戏的主角毕竟只有V一个人 所以其他职业的特色 有的被做到了V的技能树里面 有的则只能依靠剧情来展现 让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物出现在V的生活里 桌游里有个独特的规则机制叫赛博精神病 是一种过度安装液体之后可能引发的精神疾病 患者会出现幻觉变得极具攻击性 这个概念同样被CDPR带到了2077里 只不过并没有做进V的液体系统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委托任务来展现 最终会有那庞大的世界观和历史世界 则被CDPR简化成了一些碎片 散落在剧情对白和游戏的文档资料中 跟巫师系列表现援助事件的方式一样 玩家不知道这些事也没关系 因为游戏的剧情是对原作的续写 是独立的新故事 但一旦知道了 就能更深入理解剧情背后的势力关系和逻辑 所以我在第一次通关之后 就立即去找了桌游的设定资料来读 后来玩第二遍的时候 对剧情的感觉果然就不一样了 2077的世界观 跟两大巨型公司的对抗脱不开关系 那就是来自日本的荒板集团 和美国本土的军用科技 彼此都拥有最先进的军事力量 其中荒板集团是个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 也是整个故事的势力核心 其业务横跨军事 科技 地产和金融 如同一个国土覆盖全球的帝国 而坐在皇位上的人 就是年过百岁的CEO荒板三郎 他为人冷酷 果断同时充满元件 一手把公司推到了今天的地位 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都很难不对他产生敬畏 荒板集团最大的对头军用科技 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现代企业 装供军工制造 是全球最大的军事承包商 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美国政府一直被军用科技牢牢控制 那荒板作为外来者 是怎么在美国跟军用竞争的呢 这就要说到该世界观那巨大的历史脑洞了 在我们现实世界里 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终 但是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 苏联在冷战结束和和平转型 美国才成了全面崩溃的那一个 世界老大哥的位置 则被崛起的欧共体取代了 是的 这个世界观里的全球老大是欧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叶之城用的货币是新欧元 而不是美元 欧共体成立于冷战结束后不久 由欧洲强国组成 虽然叫欧共体 但其实也欢迎其他大洲的有实力的盟友 比如日本就加入过一段时间 欧共体的权力分配是简单粗暴的金钱之上 各国在议会站的席位数量 是根据国家的财富来决定的 谁更有钱 谁就更有话语权 欧共体在美国的崩溃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争断历史很复杂 发生了超多事件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开一期专门聊 但今天的主题毕竟是2077嘛 所以我就先讲一个高度浓缩的版本 让大家迅速了解游戏开始之前的故事背景 美国的崩溃有很多因素 首先是内因 四大政府部门贪污腐败 且滥用职权互相竞争 导致美国在冷战后采取了许多错误的对外策略 比如说不过欧洲的反对继续制裁苏联 逼得苏联投向了欧共体的怀抱 北约就此解散 又比如长达四年的中美洲战争 严重消耗了国力 战争倒是刺激了科技的飞跃 让智能武器 浮空车 自动化AI和一体植入等等技术都初见端倪 但是技术革命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靠科技发财的精英阶层越来越贪婪 低层人民失业率暴涨 生活一落千丈 国内动乱贫乏 然后是崩溃的外赢 欧共体成立后 跟美国进行了新的冷战 进展 他们对美国实施贸易和关税制裁 还大力资助美国的敌人 导致美国战况势力 经济也持续走低 所有情况叠加起来 把美国推到了悬崖的边缘 压垮落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4年 欧共体向世界揭露了美国用黑客 操纵欧亚股市的仇闻 美国的金融信誉瞬间一落千丈 股市全面崩盘 大崩溃时代正式来临 短短几年之间 军民冲突 恐怖袭击 全球传染病 自然灾害的多重打击 让美国死亡了一亿人口 社会一团混乱 中央政府根本管不过来 许多无家可归的人 骑上机车抱团流浪 如同移动部落 靠拾皇或者劫掠为生 形成了一种叫流浪者的群体 优利于主流社会之外 很快的 几个对中央政府不满的州 拿起武器宣告独立 变成了自由州 像是武德充沛的德州 资源丰富的阿拉斯加 自由主义的加州等等 加之后来还内部分裂 成了南加和北加两个自由州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 荒板集团才真正渗透了美国 许多破产的城市为了恢复财政 同意把市政管理权和运营权 卖给荒板 以换取城市的重建和秩序的恢复 每个自由州的背后 或多或少都有荒板的资金援助 与此同时 美国中央政府依然有军用科技把持 双方的对立关系再明显不过 两个公司的对抗持续了几十年 既有暗地里实施的破坏 也有明面上发动的全面战争 也就是游戏里常常提到的 第四次公司战争 它们动用了包括深化武器和战术核弹 在内的极端手段 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破坏 失衡遍野 死伤无数 而在荒板与军用对抗的漩涡中心 由一个名义上既不属于自由州 也不属于美国政府的奇特城市 经济高度发达 实力错综复杂 正是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舞台《叶之城》 从目中意义上来说 这座城市本身才是2077的主人公 叶之城位于美国西海岸 刚好夹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 成立于大崩溃来临的前夕 城市全名Night City 这个Night指的其实不是黑夜 而是城市创始人Richard Knight的姓氏 他是一个靠新型建材起家的富豪 提前预见美国必将崩溃 便投入巨额资金跟各大公司合作 建立了这座脱离政府靠企业管理来自给自足的城市 作为大崩溃中的乌托邦 城市一开始叫科罗拉多城 因为完善的基建和自由的商业政策 吸引了大量企业和移民 对招来了黑手党 山口族等等黑道势力的际规 他们想残活到城市建设里分一杯羹 而Night果断地拒绝了他们 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1998年Night在家中被黑道暗杀 一代理想家就此云落 市政府为了纪念他 才把城市改名为Night City 叶志成 但叶志成再也无力坚守Night的理想 在他死后 市政府很快屈服于黑道势力 沦为黑帮的傀儡 各个黑帮瓜分了叶志成的资源 互相之间抢夺产业 交火不断 城市的治安如同虚设 犯罪率和死亡率空前高涨 可谓叶志成最黑暗的时期 黑暗持续了十多年 直到荒板集团决定把叶志成 建成北美的发展据点 才开始进行整顿 他们投入军队 从黑帮手里夺取了城市的控制权 史称帮派战争 荒板的到来让叶志成秩序改善 经济飞速发展 成为国际化的商业都市 但穷人的生活还是糟透了 许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流落街头 或是买不起医疗服务而死去 同时科技的进步和传统黑帮的负面 也让一些新型帮派开始崛起 比如热衷于人体改造 成员半数有赛博精神病的漩涡帮 擅长网络攻击 崇拜赛博空间的无赌帮 还有日本移民组成的胡找帮等等 都是这段时间浮现的 低层民众一边面临帮派威胁 一边被大公司剥削 日子苦不堪业 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 一群特殊的摇滚明星出现了 他们不光是音乐人 也是社会运动分子 用摇滚宣扬反公司反资本的思想 把演出变成示威活动 收获了大量支持者 其中最出名的一位 就是我们的Johnny引手 《2077故事》的核心人物 游戏里的他有知名演员John Wick 好不好 Keanu Reeves 实演 像我一直觉得几个演戏像块木头 但是他诠释了Johnny意外的生动 情商低毛病多 可是又在笨拙的改变自己 让不少玩家又爱又恨 Johnny是武士乐队的主唱 年轻时曾经服役于美国军队 在见识了战场的残酷和当权者的操弹之后 变得极度愤世嫉俗 暂时让他失去了一只手臂 换成了显眼的银色液体 Johnny引手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成为摇滚小子过后 他原本只是用音乐宣扬反叛精神 表达对政府和大公司的厌恶 直到一场惨剧降临在他女友奥特的头上 才让他的厌恶 升级成了对荒板集团刻骨铭心的仇恨 最终给叶志诚带来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历史上有两位改变世界的传奇黑客 一个是后来把全世界整成了局域网的Bart Moss 这怎么整的我后面再说 而另外一个传奇黑客就是这位奥特小姐姐 她发明了臭名昭著的灵魂杀手程序 可以把人类的意识以数据形式复制出来 但也会同时杀死这个人的大脑 荒板一听到丰盛就想获取该程序用于军事目的 既能杀人于无形 又能把暗杀对象的意识关起来拷问 简直一本万利 于是他们雇黑帮出手 把Johnny打得锤死硬生生绑走了奥特 威逼他给荒板做了一份灵魂杀手 Johnny查到女友的下落后 带着朋友突袭荒板塔救人 但此时荒板已经把灵魂杀手用在了奥特身上 Johnny冲进去拔掉网线 也只救回了一具失去灵魂的尸体 Johnny悲愤不已 但他没想到的是奥特的意识已经被成功复制 这一把线给了女友逃进网络的机会 只不过是荒板塔的内网 一段时间之后奥特的数字意识设法联系上了Johnny 说自己被困在荒板塔的网络里 于是呢 这个家伙毫不意外的又杀到荒板塔里去了 而且这一次是带着核弹 此时是2023年 金融科技正在跟荒板打第四次公司战争 于是他们暗中利用了Johnny的仇恨 安排了小型战术核弹给他 炸弹摧毁了整个市中心 Johnny本人被认定为死亡 奥特的下落则无人知晓 荒板集团紧急撤出叶之城 市政系统瘫痪 城市再次陷入混乱 而Johnny也成了后人眼中的疯狂恐怖分子 就用科技抓住此次机会 一鼓作气把荒板逼出了北美 Johnny如此厌恶大公司 但到头来还是讽刺的变成了公司的棋子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Johnny确实解放了叶之城 荒板离开过后 城市耗费多年完成重建 恢复繁荣 之后的半个世纪 世界各地的其他公司都在叶之城蓬勃发展 互相制衡 比如中国的康陶 意大利的生物科技等等 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叶之城因为这种平衡得以独立运作 不成为某一方的傀儡 但在2077故事正式开始的8年之前 局势又被一场大战彻底改变 此时的美国中央政府早已重组 变成了政商合一的新美利坚合众国 军用科技成了国有企业 或是总统又由军用科技前CEO出任 属于是装都懒得装了 国家稳定了 自然就想把失去的土地收回来 2069年 新任总统Maius刚一上岗 就对各大自由州发动了统一战争 对 就是资料片里将会登场的这位 在Maius强大的军力面前 自由州节节败退 但当他决定攻打叶之城之际 一位提前得知消息的市议员 暗中向黄板集团求助 扭转了战争的结局 黄板看到了重回北美的梁机 立即派了超级航母坐镇 新美国被迫权衡利益 下令退兵 统一大业就这样尴尬的结束了 无论新美国还是自由州 都不想引发恐怖的公司战争 只得坐下来签和平条约 有的自由州直接就回归了 而有的自由州只同意挂名加入 保留实际自治权 比如叶之城所在的北加州 至于叶之城本身 则可以维持自由都市的原状 并获得了新美国的正式承认 从结果来看 叶之城成功保住了独立权 但代价是重新被黄板帝国掌控 如今的黄板集团实力更上一楼 开发了许多新的产业和技术 绝取了巨大的利益 回归叶之城之后 他们立马投入资源 修建了新的黄板塔 并对城市进行了大幅改建 而这个形态的叶之城 才是我们在2077里最终见到的模样 一个风格多元 极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 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 也伴随着无数人的幻灭 CDPR在游戏里设计的叶之城 体现出了他们对赛博朋克世界观的忠实理解 但在聊具体的设计细节之前 有一个绝对避不开的话题 就是那场游戏界前无古人的发售丑闻 赛博朋克2077经过多次跳票 最终定档的发售日期是2020年12月 那个时候的CDPR已经名扬天下 靠巫师3积攒了超强的口碑 所以玩家对星座的期待值本来就高 而且2077在发售之前 还进行了长时间铺天盖地的宣传 展现了很多野心巨大的设计概念 热都被炒得出了圈 导致无数新老玩家都早早预购 期待着新的神作降临 结果呢 大家等来的是一个bug多到荒谬 优化几乎为零的半成品 尤其是在PS4和Xbox One这种前代主机上 连正常运行都做不到 而宣传中展示的很多玩法和功能 在游戏里也没能得到体现 我都不敢想像这种事 却能发生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 大家想一想 知名商家竟然敢对外隐瞒开发进度 把未完成的产品直接投入市场 那消费者能不炸锅吗 整个发售成了一场灾难 许多预购玩家深感被欺骗 全网骂声滔天 CDPR只能一边公开道歉 一边处理海量的退款请求和投资者的欺诈诉讼 真是对他们的形象损害 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我自然已经是对技术问题很宽容的人了 但首发的时候都真心玩不下去 恶性bug满天费 只能哭笑不得的封盘 等一年多过后修补到1.5版本 我才重新打开游戏通了馆 那个时候bug已经修的差不多了 玩家口碑也开始回问 我玩的很享受 但同时也不停的注意到一些玩法机制上的不足 深深地感到可惜 毕竟味道这么正的赛博朋克开放世界 迄今为止真的仅此一价 先从场景来说 夜之城的细节 充分体现了赛博朋克的多样性 用形形色色的场所 表现各行各业的生活 同时光影和色彩的交织 也让都市在视觉上充满了动感与活力 地图的规模很大 分为室内和郊外 其中室内被划分为六个大区 每个区都有主导的帮派以及重要的地标 另一个游戏的起始地点沃森区 就是漩涡邦的出没地点 它是个复合型工业区 治安混乱 低层人口密集 像V柱的公寓 就是那种移动楼 能容纳几万人的多功能未来贫命库 因为续章阶段玩家只能在沃森区活动 所以制作组就把它做得特别大 北边是工业港和工厂群 南边是商业区 有很多标志性的地点 包括大名鼎鼎的来生酒吧 这座酒吧是雇佣兵和中间人聚集的地方 这两种人代表了叶之城地下世界的运作方式 雇佣兵负责接委托 而中间人负责帮客户和雇佣兵牵线 中间人往往背景复杂 人脉资源强大 在游戏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来生酒吧的现任老板Rogue 就是叶之城最大牌的中间人 年轻时还是传奇级别的雇佣兵 参加了Johnny核爆荒班塔的世界 来生有个光荣的传统 会用死去的传奇人物来命名鸡尾酒 当然现在也有了动画版的主角David 沃森区里还有一间知名酒吧 粒子酒吧 是新兴帮派默克斯的地盘 成员多为性工作者 地下艺术家一类的边缘人士 成立帮派的初衷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尊严 而城市东部的威斯特布鲁克区 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商业和娱乐业都高度发达 最能体现赛博朋克的文化交融和纸醉精密 由于日本街就在这个区 所以胡找邦的势力最大 而玩家们喜闻乐见的云顶会所和牛牛街 也都位于这边 除了以上两个大区 城里还有拉美移民聚集的海武德区 秩序体人的CBD中心区等等各有特色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六大区是夜之城内部的格局 至于郊外的大片土地 则被通称为恶土 分布着垃圾填埋场、销镇废墟 军事基地之类的地方 游戏里的流浪者族群就只在恶土活动 整个夜之城从景观规划到细节设定都非常充实 唯一的问题就是沉浸感稍显不足 任何游戏厂商一旦去挑战设计都市型的开放世界 就很难不拿来跟R型的作品比较 而R型的开放世界之所以让人沉浸 就是因为NPC生动的AI和大量的环境互动元素 反光207系 CDPR在发售前重点宣传了夜之城的沉浸感 但最终大部分的环境元素都是背景版 路人的AI也简单粗暴 很难让玩家感到这个世界是活的 我随便举两个小例子 比如说公共交通 R型早在08年的作品里 就做到了让玩家乘地铁实时在纽约穿行 可以随时中途看风景的那种 而夜之城里的地铁站 只不过是两眼一麻黑的传送点 就这还是发售过后才补进去的 又比如戏中戏式的媒体节目 R型早在2013年的作品里面 就做到了电视上有8个完整节目 和几十个完整广告滚动播放 电影院里能看不同的电影 增加沉浸感也丰满了世界观 相比之下夜之城的媒体节目质量 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其实我觉得207系里有个超级适合 拿来做戏中戏的东西 就是超梦 它是一种记录设备 能捕捉录制者的视角和感官体验 别人看回放的时候 就能体验录制者当时的感觉 看超梦是夜之城民众常见的娱乐方式 但玩家在游戏里能买到的超梦 只是一个个道具栏里的废品 我们唯一能体会超梦的地方 就只有主线剧情拿来查案 感觉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设定 都市开放世界还有个最基本的沉浸体验 就是听着车载电台音乐放空自己 四处兜风 但就算是这个 我在夜之城都很难去做 因为游戏里面车子的手感 实在是太难以描述了 我相信很多玩家在开过之后 都不会再考虑摩托以外的交通工具 这些车的外观倒是都设计的非常酷 不过制作组发售前 暗示过的载具定制系统 游戏里同样没有出现 浮空车就更不用想了 唉 可能是我的游戏的期待实在太高吧 我太喜欢夜之城的风格和设定了 所以会觉得这些缺失的功能真的好可惜 要是都做出来的话 绝对能让夜之城 成为游戏史上的经典开放城市 有这种感觉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 看看PC版玩家做的那些MOD吧 完整个地铁系统 更好的驾驶手感 增强的群众AI 还有可驾驶的浮空车 大家都在试着让夜之城 更接近心目中的样子 官方说资料片也会对游戏做出这方面的修改 比如载具手感和警察AI 那我就希望它能更好呗 接下来是游戏的装备系统和技能系统 这个系统在我看来最大的任务 就是还原赛博朋克世界观下 对异体和黑客技术的运用 异体方面 CDPR采用比较传统的RPG逻辑 把异体设计成了一个单独的装备种类 多利于武器和服装之外 拥有自己的界面 不同一体能增强V不同方面的能力 或者是改变V的移动模式和攻击模式 至于黑客技术 在游戏里面 V能随时启动电子眼扫描 对敌人或机器执行黑入选项 但想要增强黑入的效率和威力 解锁新的黑入模式的话 就需要去技能术里面自行学习 本座的人物属性看起来很简单 只有五项 肉体 镇静 智力 反应和技术 但是每项属性背后都有个很大的技能数 比如黑客的技能数就在智力后面 这五项属性的数值由玩家自行分配 会关系到你能装什么异体 能学什么技能 以及对话时的一些特殊选项 比如你要是想装新型机械手当一拳超人 就得发展肉体点数 要是想自己制作传奇装备 就得去堆技术点数 想去终极的黑客技能骂 单球的优先加智力了 这个技能系统 却是明显区分了各个流派的玩法 我自己一开始是个猫子近战党 蛮力近战和敏捷近战双修 简单粗暴的耍 当二周目已是黑客流 才发现了自己的真爱 成型过后 可以轻松的兵不血刃杀穿移动楼 真正意义上的瞪谁谁死 感觉自己就是Bartmos在世 跟近战和黑客相比 强械方面的流派对我吸引力就低一点了 可能也跟本作武器的数值词条太多太乱有关 不过那个电磁短路硬龙流确实很逆贴 最高难度单刷荒班塔 都可以突突突无脑杀穿 比较尴尬的是呢 不管技能还是装备系统 都会在接下来的资料片里被大幅修改 据说会更简洁更符合逻辑 所以我今天就不过多介绍这方面了 等资料片出了再看它改成什么样 话说回来 跟战斗体验有关的系统 本来也不是CDPR的强项 2077真正的重点还得是它的任务设计和剧情线编写 制作组在这上面的功力一直以来都有目共睹 光靠形形色色的故事情节 和玩家在里面亲手做出的选择 就能撑起一个丰满的世界 我们先从支线任务开始 本作的支线一共有三种类型 其中最有存在感的当然就是剧情支线 体验极其丰富 用夜市城的众生百态 表现未来的种种道德困境或是奇葩行为 跟巫师三支线一样让我记忆深刻 像吊炸哥和出租车AI八公这种 真的是把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不整个两三期支线专题都总结不完 许多支线都让人在大开眼界的同时 忍不住回味背后探讨的话题 比如死刑犯坚持模仿耶稣 公开钉十字架 行刑过程被电影公司拍成超梦大卖 虔诚的和尚反对人体改造 结果被人绑去强行装了一身的零件等等等等 就连跟自动贩卖机聊天这样的微型小故事 都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我也很喜欢跟刑警哥River搭档查案的系列支线 先是市场被自杀案 然后是儿童连环失踪案 有种梦回巫师三当大侦探的感觉 最后在变态农场发现孩子们的真相时 还真的有点不寒而泪 CDPR还在本作的支线里挖了一个坑 映出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 蓝眼睛先生 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他身份的线索 玩家只能自己猜想了 游戏的第二种支线是中间人围图 也就是各个地区的中间人发放给V的工作 玩成一定数量后 会获得特殊载具和传说武器之类的奖励 工作的内容通常涉及暗杀 盗窃和救援行动等等 故事性相对较弱 但仍然能让你了解许多叶之城发生的事 特别是赛博精神病的系列围图 要掠捕大量危险的赛博精神病人 这些人患病的原因形形色色 有因为工作需要被植入重心一体的工人 有退役的军人 也有单纯的人体改造上瘾者等等 反映了一体化社会带来的重重问题 最后一种支线类型就要无聊一点 叫做NCPD警用频道事件 其实就是地图上遍地都是的犯罪活动 大部分都没有故事性 适合用来练集和刷材料 其实除了这三种支线 游戏里还有一个支线任务我没法分类 就是塔罗牌收集任务 它也是全游戏唯一的一个收集任务 让你在地图各处寻找塔罗牌壁画 然后照相保存 你可以把保存的牌拿给配角Misty占卜 而它说的话里面 会有不少跟主线剧情相关的隐喻 塔罗牌是一种象征意义很强的占卜工具 这种组把还加在剧情里面 等于是给本作的主线叙事又添加了一个主题层 2077主线的整体结构简洁明了 序章和中段比较线性 乍一看好像削弱了选择分支 但后面多个结局的触发条件 又是复杂的网状 还是体现出了玩家选择的分量 这是一个标准的赛博朋克故事 所有的情节 人物和背后探讨的话题 都像是对经典赛博朋克文学的致敬 同时也加入了编剧自己的理解 非常引人入胜 当然在进入故事之前呢 我们得先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V 在这个一体化的时代 性别和外貌的界限都不复存在 所以捏人的选项也极其自由 我们甚至能随意组合V的两性特征 反正游戏最后会根据V的声音来判定性别 凭着我全都要的心态嘛 我自然是男V女V都完了 所以大家看到的影片素材 也是来自我不同存档的录像 两个性别的游戏体验几乎没有区别 唯一会影响的是恋爱对象 亲密关系一直是CDPR游戏的特色之一 除了成人娱乐和支线小福利以外 游戏还给玩家安排了四位潜在的恋爱对象 无论男V还是女V 都能去做他们四个的人物剧情支线 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但想要升级成恋人亲亲抱抱抱的话 就得看性别了 毕竟人有不同的取向嘛 比如聪慧可爱的技术者Judy 以及成熟可靠的刑警River 就只会对女V产生爱情 而野性的流浪者Pana 和敏感的摇滚老炮Carrie 则只有男V可以更进一步 除了性别差异 G2组还给V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出身差异 街头小子、流浪者以及公司员工 每个出身的开场剧情不同 并能在后续游戏里触发一些专有的选项或者对话 但不管你选哪个开场都必定会碰到一个重要的人 Jackie 如果选街头小子 那么V一开场就是个叶之城的本地小混混 因为一桩偷车的委托 认识了同样来偷车的Jackie 两人不打不相识一起被警方抓爆 之后很快建立友谊成为了工作搭档 如果你选择流浪者的话 那么V一开场就会生活在叶之城郊外 是个离开部落独自打拼的流浪者 因为一桩工作需要往城里走私东西 他才认识了Jackie 并在Jackie的劝说下来到叶之城 两人结成傭兵搭档 在全部三个出身里面 只有公司员工V跟Jackie是老朋友的关系 这个出身的V一开场就是 黄板集团的繁情报部门员工 各着普通民众艳羡的生活 但V的上司在权力斗争中走错了路 导致V被踢出了公司 落难之时 好朋友Jackie鼓励了V 于是他坦然回到底层 做起了跟Jackie一样的傭兵工作 总之不管选哪个出生 在V跟Jackie正式搭档的那一刻开始 故事就汇聚成了同一条路线 而序章也正式开始 本座的序章真的是花了大功夫在做的 不但迅速刻画了城市的细致 也塑造出了V生命中几个亲近的人 首先Jackie就不说了 最好的哥们 忠诚 乐观 整个一个超级大暖男 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在叶之城出人头地 为自己和所爱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然后是Jackie的女朋友Misty 个性温柔而隐热 默默地关怀着爱人和朋友 Misty经营着一间占卜店 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 他都会用占卜的方式 为V提供心灵上的指导和建议 每当我去找他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 都能感到内心的平静 Misty店里的地下室 还开着一间议体诊所 老板叫Victor 人称老魏 同样对V超级好 就像是个关心晚辈的老父亲 他会让V设账更换议体 也很关心V的健康 在这个金钱之上的城市里 老魏总是把V的生命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这样他本人酷酷的性格 和前职业拳手的人设 难怪收获了许多玩家的心 这些朋友的存在 隔夜这场残酷的生活 带来了温暖和人性 此时的V跟Jacky已经搭档了半年 做过不少危险的工作 名气也渐渐传开 引起了著名中间人Dexter的注意 德胖惊人牵线约见他们 故他们前往漩涡帮的总部 取回一台军用科技产的小型机器人 完成这个任务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可以选择跟漩涡帮和平交易 未来能获得一把特殊的武器 也可以选择帮助军用科技搞漩涡帮 未来能跟军用女高管快乐一夜 这种程度的选择 也是CDPR设计任务的常规操作了 总之不管怎么做 V和Jacky都成功取回了小瓶头 但这时他们才知道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德胖真正想委托的工作 是利用这个小瓶头机器人 潜入黄板旗下酒店干壁广场的顶层套房 从黄板集团太子业 黄板赖轩的眼皮底下 偷走一块实验级的 RELIC生物芯片 据说里面藏着有关永生的秘密 黄板公司近年来正在大力宣传一项技术 守护你的灵魂 改良自当年的灵魂杀手程序 可以在不损害本体的情况下 复制人的意识 并且代为保存 供子孙后代与其交流 这块神秘的RELIC芯片 说不定就跟该技术有关 但是要偷到芯片堂和容易 黄板公司的安保系统可不是开玩笑的 更好况赖轩的贴身保镖 正是纵横拥兵界大半个世界的怪物 Adam中锤 谁碰上个都是个死 但高风险对应高回报 对于混迹底层的V和Jacky来说 这场今天大盗窃 正是他俩出人头地的好机会 他们马上开始准备盗窃计划 叫了长期合作的黑客小姐姐T-Buck负责职员 并会见了两个关键人物 一是出面委托这场盗窃的客户 一个名叫Evelyn的高级性额 Evelyn经常服务黄板赖轩 很了解干壁酒店的情况 她甚至把自己跟赖轩在套房优惠的过程 偷偷录成了超梦 交给V制定盗窃计划 另一个人是Evelyn的前女友 超梦编辑师Judy 她协助V分析了这段超梦的细节 找出了芯片藏匿的准确位置 准备万全过后行动正式开始 这场盗窃的过程做得非常生动 惊险紧凑一波三折 代入感超强 而这一夜过后 V的生活轨迹将会被彻底颠覆 行动当天 V和Judy使用Evelyn提供的凭证 冒充客人进入了干壁酒店 如果此时在大堂稍微逛一下 还会碰见一个意想不到的熟面孔 进入客房之后 V操纵小平头机器人 利用隐形功能穿过了几个房间 入侵了酒店的机房 搞定网管人员 帮TBug远程接入了酒店的安全系统 之后两人就在TBug的引导下 轻松进入了赖轩的套房 找出了存放Velix芯片的特殊保温箱 计划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 但就在此时 食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 屋顶停机坪突然有浮空车降落 而赖轩也突然回房 V和Judy来不及跑 只得紧急躲进装饰墙的夹层 两个人透过墙体的屏幕 看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从停机坪走进房间的人 居然是传说中的皇帝 荒板三郎本尊 oh fuck 太近 太近 原来赖轩早就背叛了父亲 威力芯片是他偷出来准备跟别人交易的 黄板三郎发现之后 会亲自过来阻止儿子 也说明了这块芯片的重要性 面对父亲居高临下的教训和嘲讽 赖轩愤而爆发 突然出手当场掐死了父亲 没看到这一幕都吓傻了 但赖轩只是冷静地告诉保镖 说刺客毒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的话虽然荒谬 但吓人哪里敢质疑什么 只能听从赖轩指挥 离开现场 封锁酒店 派人搜寻刺客 干壁大厦立即被安全部队层层包围 而接在安保系统里的T-bug小姐姐 也被黄板黑客发现 脑子被烧当场死亡 看样子刺杀皇帝的石盆子 注定要扣在V和Jacky的头上了 两人顶着枪林弹雨 提着芯片仓皇逃窜 途中保温箱破了 Jacky绝对把芯片插进自己的大脑端口 保护芯片不受损坏 他身体重担 流血不止 硬是撑着一口气 跟V一起杀到了地下停车场 成功逃离酒店 但Jacky的身体终究还是撑不住了 静静地死在了车里 V本来就惊魂未定 现在又看着自由死去 所有情绪汇集在一起 砖化成了无处发泄的怒火 跟Jacky深深道别过后 V就把芯片藏进了自己的脑端口 冲去找中间人得胖理论 来料等待着他的 是一颗过河拆桥的子弹 枪杀飞过后 得胖把V的尸体丢到了城外的垃圾铁卖场 但没人料到这一枪 激活了V脑中的Relic芯片 芯片开始修复V的脑损伤 与此同时 一段陌生的记忆也出现在了V的眼前 谁能想到 这块芯片里的数据 竟然是著名摇滚明星兼恐怖分子 Johnny引手的数字化意识 V所经历的 正是Johnny生前最后的记忆 记忆来自54年前的那个晚上 Johnny开了一场演唱会 他跟依依不舍的乐队吉他手Carrie告别过后 便发动了叶之城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 他带着年轻时的Rogue 以及其他几个雇佣兵帮手 空降攻入了荒板塔 一路大杀特杀 设置好了核弹 在这之后 Johnny并没像世人认为的那样死在核爆中 但也没能按计划逃离现场 而是被荒板的头号打手Adam重锤打倒 抓到了荒板三郎的面前 三郎下令对Johnny使用灵魂杀手 用于RELIC芯片实验 所以传奇的Johnny引手真正的结局 是变成了一个被荒板囚禁的数字幽灵 这段记忆简直是故事的神来之笔 你要怎么让玩家迅速理解 一个背景复杂的新人物呢 答案就是 让玩家成为他 去亲历他人生中最著名的时刻 在此之前 我们刚刚经历完序章的艰难战斗 却突然摇生一变 成了一个战斗力超强 邪虐敌人的吊炸天男 肯定会禁不住产生巨大的好奇 这家伙到底是谁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只用短短十来分钟 就鲜活地展示了Johnny暴躁的脾气 强大的实力 叛逆的个性 以及对荒板集团的深仇大恨 吊起了玩家的胃口 也为V和Johnny即将携手走出的人生道路 埋下了伏笔 记忆结束后 V带着疑惑在垃圾场醒来 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荒板三郎的贴身保镖 竹村 他居然一枪崩掉了德胖 偷偷救走了V 竹村的动机很好理解 他清楚自己的主人 是被亲儿子赖宣杀的 V不过是个替罪羊 此时赖宣已经控制荒板集团 为了揭露赖宣的罪行 竹村才只身逃离公司 来找唯一的现场证人V 他沿途抵挡追来的荒板忍者 搞得遍体鳞伤 终于把V拖到了老V的诊所 进行救治 但救治的结果 对V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零 V的芯片的确让V捡回了一条命 但芯片救他 只是为了用另一种方式杀死他 荒板开发的这个技术 可以用夺舍的方式 让人类变相获得永生 一旦芯片启动 里面保存的数字意识 就会开始自动覆盖 宿主本人的意识 该过程是不肯逆的 也就是说V一旦拔出芯片 就会当场去世 但如果不拔 V的意识就会在几个星期后 逐渐被Johnny取代 同样等于是死 所以V的人生目标 一下子就从出人头地 变成了绝地求生 于是乎V他上了惊险的自救之旅 他将会在这场短暂的冒险里 跟不同的人和势力相较 做出各式各样的选择 而冒险的终点 也会根据V的行为 迎来不一样的结局 从这个时候开始 玩家操纵V的体验 出现了一些变化 芯片让V的身体 产生了排异反应 导致他会时不时 头晕眼花泛恶性 而且Johnny引手的幻影 会随时随地出现在V的眼前 跟V直接互动 V跟Johnny的关系很复杂 刚开始 他们互相都充满敌意 对V来说 眼前一直有个臭脾气的恐怖分子 晃来晃去的吐槽 能不讨厌吗 而对Johnny来说 他被黄板关了几十年 现在又困在别人身体里 还见到了一个 依然被黄板统治的未来社会 能不气吗 两个人天天斗嘴 没少问候对方家人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不可避免地开始习惯对方 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同伴关系 但要把这个关系引向合放 还是得看V的选择 V可以全程恶劣对待Johnny 也可以试着和他成为朋友 去理解他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 V这个芯片的覆盖原理 是让Johnny的意识逐渐融入V的意识 直到把V完全吞噬 所以V的种种行为 到底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想法 还是出于跟Johnny融合的影响呢 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根据V的态度 Johnny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如果两人关系好的话 Johnny甚至会体现出悔恨和自我成长 他们两个的友情 还直接关系到结局中一个重要的秘密选项 这个就是后话了 现在V的首要任务 还是找到安全删除Johnny的办法 但在出发之前 V有一件必须先去做的事 就是参加挚友的葬礼 Jacky的妈妈在拉丁社区经营着一间酒吧 深受社区里黑白两道的金钟 她在酒吧为儿子组织了传统悼念仪式 朋友和社区成员都纷纷前来 纪念Jacky的一生 V跟Misty去到了Jacky的房间 看着房里的东西 互相分享对Jacky的回忆 其中有很多V不知道的事情 此时此刻 V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Jacky 最后V按照习俗 从房里挑了一件物品 放上挚友的灵坛 正式跟她道别 Jacky的死对很多玩家来说 都是游戏里最大的悲剧之一 要命的是你还可以继续打电话给她 听她设置的自动语音提示 听完过后V还会伤感的自言自语 但逝者已已 生者得想办法活下去 V跟竹村讨论了接下来的计划 V脑子里面的芯片 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实验品 想要处理的话 就必须先跟了解她的人建立联系 V第一个去找的 就是雇自己偷芯片的Evelyn 想问出她背后真正的雇主 但Evelyn现在失踪了 V跟Judy搭档联手调查 很快发现了Evelyn悲惨的遭遇 Evelyn为了逼风头 躲在高级会所云顶上班 但上班时脑子突然遭到原成病毒攻击 变成了意识模糊的植物人 云顶的人渣老板修不好她 把她先强暴之后 再卖给了拍非法黑超梦的人 而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更深的地狱了 因为黑超梦的卖点 都是极度残忍变态的体验 救出Evelyn之后 Judy把她放在家里悉心照顾 但因为巨大的心理创伤 Evelyn稍于恢复就选择了自杀 让Judy伤心不已 好在在这之前 Judy已经恢复了她脑子里的超梦记录 根据里面的蛛丝马迹 魏终于确定了顾Evelyn盗取芯片的事例 是在太平州活动的巫毒帮 一个把赛博空间当成信仰来崇拜的海地人帮派 Evelyn的脑子之所以被病毒搞坏 就正视他们的灭口行为 太平州在多年前 曾经被当成度假圣地来开发 但开发计划因为统一战争而中断 剩下了许多荒废的酒店 购物中心等等娱乐建筑 被吴杜邦势力所盘踞 V去跟吴杜邦见面过后 差点也被灭口 但得知V跟Johnny的意识已经融合过后 吴杜邦就改变了态度 原来他们对Relic芯片本身毫无兴趣 想要芯片的理由 只是想利用里面保存的Johnny意识 把Alt给映出来 2077的赛博空间有个特殊的设定 这是我前面提过的局域王情形 几十年前 传奇黑客Bartmos在自己即将被荒板杀死之前 把设计好的终极病毒穿上了网 导致各大企业的机密数据自动流出 于是大量实验中的军事级AI跑了出来 自我进化成了破坏力极强的流氓AI 人类根本无法控制 这得全力创建了黑墙程序 把被流氓AI占领的网络空间隔离在外 从那以后 人类使用的网络 就只是黑墙程序隔出来的一个局域网而已 在乌独邦的信仰中 黑墙总有一天会倒塌 AI会统治世界 所以乌独邦长久以来的目的 就是跟黑墙外面的强大AI区的联系 而Alt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Johnny炸掉荒板塔之后 Alt就获得了自由 现在经过半个世纪 他已经吸收了大量数据 成为网络中一个强大的存在 并且刻意远离人类世界 游离在黑墙之外 乌独邦一边对黑墙进行数据攻击 一边把V介入了赛博空间 介入的一刻 Johnny那些关于Alt的记忆 也鲜活地展现在了V的眼前 V体会到了他失去爱人的伤痛 看到了Alt对于灵魂杀手的自责 甚至发现了Rogue跟Johnny 复杂的暧昧关系 乌独邦的计划奏效了 Alt果然感知到了Johnny的数据 把V跟Johnny的意识 暂时拉到了墙的那边 现在的Alt人信心所剩无几 态度变得非常冰冷 Johnny请他拯救V 他表示自己缺乏相关的数据做不到 但是Johnny和V可以为他创造条件 荒板有个巨型数据库叫做神鱼 是专门用来存放数字灵魂的 Alt一直想破坏这个地方 街坊所有被囚禁了灵魂 把他们带到黑墙之外 但荒板专门针对Alt设了军用级反弱性程序 导致他无法远程侵入 Alt承诺 只要V能想办法把他弄进神鱼 他就会使用里面的数据来救V 问题在于神鱼的本体位于宇宙空间站 地球上唯一的接入点 在叶之城荒板塔的内部 想要实现这个方案的话 就只能重现Johnny无事年前的行为 肉身攻入荒板塔 然后再强行跟神鱼连线 Johnny自然是举双手同意 但V持保留态度 毕竟荒板塔现在的安保力量 比Johnny那个时代要高得多 枪弓的难度太大 况且就算打进去了 Alt的救治手段管不管用也是个未知数 跟Johnny长谈过后 V还是决定去寻找下一个能帮到自己的人 也就是设计这块Relic芯片的工程师 Hellman 根据竹村的情报 Hellman已经叛逃离开了黄板 为了查到他的下落 V决定花大钱 去请叶之城最大牌的中间人Rogue帮忙 于是老年版的Rogue正式在故事里登场 他虽然也是冒蝶之年 但在科技的力量下依然风韵照人 Johnny见到Rogue居然变成了来生的女王 也是感慨不已 Rogue很快查到 Hellman被康陶公司保护了起来 他分析出了康陶用来转移Hellman的车队路线 建议V去找家外的那些流浪者帮忙接人 并向V介绍了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浪者女孩 Parnam Parnam刚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任务 被搭档在任务中被刺 爱车跟货物都丢了 为了跟Parnam建立信任 V自然是全力出手 帮他一起去把东西抢回来 以换取他的帮助 让人个性相投 很快成为朋友 Parnam一解决完自己的问题 就爽快地开始帮威截人 仍然提前在路线上埋伏好 用改装的电磁脉冲导弹 打下了Hellman乘的浮空车 没料Parnam在部落里的朋友看到动静 以为有事故发生 跑了坠机地点想救援 翻到被车里的护卫射死了一个人 让Parnam痛苦万分 Hellman也趁乱溜走 大家飞了老大径 才把他抓到了附近的旅馆里 听闻V的情况过后 Hellman表示 自己只是芯片的原始设计师 已经离开了黄板一段时间 不清楚黄板之后对芯片做的修改 但就他目前的知识来看 V的情况已经彻底没救了 建议立即找个舒服的诊所疗养 减轻等死时的痛苦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找人 结果却毫无意义 V只能沮丧地去想其他办法 Parnam则被竹村带走藏了起来 杰林还是细林人 可能还是只有黄板集团 才能解决V的难题 竹村也一直在用这件事说服V 让V协助他揭发黄板赖轩 之后再动公司之力来帮助V 他向V介绍了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心事 并提到了皇帝生前最宠爱的继承人 女儿黄板华子 也就是赖轩的妹妹 赖轩在情感上非常依赖华子 当华子对父亲极度忠诚 两人的身后分别是两个对立的派系 也算是政敌关系了 竹村计划把真相告诉华子 取得华子的帮助 他先是秘密联系了华子的保镖小天 请求安排会面 小天虽然跟竹村有交情 但还是把华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言辞拒绝了竹村 走投无路之下 竹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最近华子会参加日本街的祭典 竹村计划潜入祭典挟持华子 以获得单独谈话的机会 为了周密实现挟持计划 两人一起做了大量的前夕准备 而V也因此加深了对竹村的了解 竹村的出身极其贫困地位 但年幼时就被公司挑选带走 训练成为特工 后来又被黄板三郎亲自挑中 成为贴身保镖 赋予了他绝对的信任 可想而知他对黄板三郎有多么感激 那是一种无法撼动的忠诚 驱动着他所有的行为 虽然竹村对V产生了友情 想要帮助V治好身体 但这是建立在不为 对黄板家族利益的前提之上的 所以V也不知道 到底该信任竹村到什么程度 即点当晚 两人成功执行了挟持计划 绕过安保 打倒小田 来到了华子的面前 华子不听解释 充满敌意的攻击竹村 竹村只得将他打云带走 关到一处破屋 再把真相缓缓道来 轻求华子的原谅 这下子大小姐听进去了 但赖宣的部队又突然攻入了破屋 把妹妹强行救走 V紧急逃离现场 并顺手救下了正在被围攻的竹村 两个人分开躲避风头 V躲去了城外的汽车旅馆 不过也很快被华子偷偷查到了 华子使用替身前来相见 邀请V去高级餐厅于尽见他 协助他公开哥哥的罪行 只要事成 黄板集团就会全力把V治好 这正是V寻找的第二个自救方案 而游戏的最重任务线 55号夜曲也在此时正式开启 但直接去触发这个任务 见华子的话 故事只会走向默认的恶魔结局 想要给V的故事开启其他的可能性 就需要在游戏里完成特定的剧情支线 加深跟两位重要人物的关系 一个是帕南 另一个则是Rogue 帕南的个人支线剧情 都跟他的部落阿德卡多家族有关 流浪者的部落就等于一个大家庭 帕南虽然跟组长所有一直有分歧 甚至因此夫妻离开部落 可一旦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还是会关心彼此的安全 家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索尔突然遭遇危险失踪 帕南第一时间请V帮忙去找人 而在历经艰险救出索尔之后 V也说服了帕南回归部落 跟索尔重归于好 不过回家之后的帕南依然我心我素 跟几个族人偷偷瞒着索 自定了截走军用科技新型坦克的计划 还好在V的帮助下 妖精无险地成功了 当这些事件结束 V跟帕南和他族人的交情 已经变得无比深厚 为了V的生命 他们绝对会两肋插刀 然后是来自Rogue的支线 因为他跟Johnny的关系 这段剧情的重点人物 其实还是Johnny Johnny知道 V不管用什么方式处理芯片 自己大概率都会消失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疑愿 希望V能在解决芯片的问题之前 去亲手杀了Adam重锤 替他复仇 想找出重锤目前的位置 需要Rogue的协助 而想要请动Rogue 只能是Johnny亲自开口 Johnny请V把身体暂时交给他掌控 要是从前V当然不可能答应 不过V现在已经很信任Johnny了 只是再三叮嘱 不要拿身体去乱玩 然后就服下了意识阻断药 但Johnny怎么可能不乱玩 这个老小子憋了几十年 终于可以自由活动 当然疯狂happy了一晚上 喝得酩酊大醉 还望身上整了个JohnnyV爱心的游艺纹身 搞得V醒来后哭笑不得 还好他没有玩到耽误正事 当V醒来的时候 Rogue已经坐在了V的房间里 也完全接受了Johnny 活在V脑子里的事实 而Johnny一旦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就算Rogue嘴上再不情愿 也一定会帮 Rogue查到了重锤的小弟的下落 亲自带V杀了过去 但很遗憾的 并没有能通过小弟找到重锤 Johnny的复仇愿望也失败了 战斗过后 Johnny破天荒的跟V深入谈了一次性 正是和他过去的种种错误 话中满是遗憾和悔意 能否跟Johnny加身牵绊 开启结局的隐藏选项 就全看V在这里对Johnny的回应了 这件事之后 Johnny又请V再把身体借给他一用 让他跟Rogue约一次会 现在他们的关系已经再清楚不过 Johnny在跟奥特成为恋人之前 曾经和Rogue在一起过 但从前的Johnny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 很快便因为张花惹草 弃走了Rogue 而这次约会 就是他想对Rogue的弥补 约会的地点 定在Rogue年轻时喜欢的露天电影院 但现在早就成了废墟 即便过了那么多年 Rogue一样对Johnny抱有复杂的情感 他像个小女生一样 跟Johnny亲亲我我 但两人亲着亲着 Rogue就像幡然醒悟一样停了下来 一切事情早就回不去了 他又怎么可能假装还跟从前一样呢 约会就这样草草结束 随着Rogue的离开 V和Johnny也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V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劣 解决芯片问题迫在眉睫 他只能去余境餐厅赴华子的约 华子先飞前来 便和盘拖出了他的计划 他哥哥即将召开一场大型董事会 到时候黄板集团全球的所有高层均将出席 而华子准备带V过去现场作证 揭穿哥哥师父的罪行 也借此扳倒哥哥在公司的势力 这不就是丑恶的资本家公斗吗 V表示自己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但是齐生离开之际 又一次吐血昏迷 Johnny焦急的把V交信 浑浑噩噩呈到老V的诊所 老V也说状况不能再拖了 不管V接下来要做什么 成败都在此一举 但到底该怎么做呢 V心情复杂地走上天台 跟Misty喝了一杯酒 给恋人打了告别电话 然后借助玩家的手 做出了通往结局的决定 二人机器的故事共有五个结局 每个结局都以一张塔罗牌命名 象征该结局的意义 除了一个奇葩的自杀结局 一旦在天台选择抛下一切 V就会当场引弹自尽 这个结局对玩家来说简直莫名其妙 谁会不打大决战就提前结束游戏啊 但从剧情上来说呢 V自杀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这个结局的V接受了自己没救的现实 反正迟早都要死 继续抗争下去 只会带来更多牺牲 那还不如就在这里把问题解决 Johnny听吧 也点头接受了V的选择 两人互相道别 然后一声呛响 一了百了 朋友们纷纷发来悼念信息 有人气愤 有人遗憾 也有人表示困惑 就跟屏幕前的我一样 的确嘛 选择自杀等于否认了V在整个故事里 努力奋斗的一切 跟V那倔强不认命的个性极度不符 我就当是制作组的恶趣味吧 好啦 接下来才是2077故事的四个正牌结局 第一个便是游戏默认的恶魔结局 如果在天台选择跟华子合作 就会触发这个结局 江丽最横荒板听了当然不爽 所以V先吃了颗药让他暂时闭嘴 然后拨通了华子的电话 在塔罗牌里 恶魔象征着束缚 诱惑和无知 往往代表占卜者被物质欲望 和短浅的目光所困 而V就正是如此 他被黄板的承诺所诱惑 自愿成为公司斗争的棋子 其结果注定不会太好 好在这条路能展现更多 黄板公司的内部细节 用而进一步了解世界观还是不错的 此时的竹村跟Herman都已经重回黄板 处于华子的庇护之下 没了在董事会召开的前夕 华子突然被哥哥软禁了起来 威跟竹村杀了过去 赶在董事会前救出了华子 然后一起前往黄板塔 但是在正式进入董事会之前 华子带V去建了一个 他藏起来的秘密武器 居然是他老爸黄板三郎的数字一世 也对嘛 皇帝怎么会不给自己上保险嘛 搞了半天 华子的一切行动 只是在忠实执行父亲的命令 黄板家的儿女 从一出生开始 服从父亲的使命就已经注定 皇帝的一件事绝对的 在董事会现场 黄板三郎以幽灵状态现身 亲口证实了女儿对赖轩的师父执政 董事会的态度 很快从质疑变为服从 但为时已晚 赖轩早已安排了部队 冲进来杀害所有的董事 他事先软禁华子 也是为了让妹妹避开这场 精心安排的大屠杀 还好 在V和竹村的保护下 华子和其中几位董事幸存了下来 他命危立即上楼抓住赖轩 但过程谈何容易 毕竟Adam重锤正在路上等着呢 不管走哪个正式结局 重锤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最终Boss 他身体的98%以上都被改造成了机器 但是还能完全保持理性 只能说是天赋一扁的杀戮机器 重锤的每一次攻击都威力巨大 并且身发如神 但经历了层层战斗磨练的V 如今也早非等闲之辈 这个是Johnny不在 没能体验到V为他复仇的最终瞬间 随着重锤的倒下 赖轩的反叛大计划为泡影 他从小便恐惧父亲 而这种恐惧化为了恨意 支撑着他尽一切努力去反叛 去取代父亲 但到头来 父亲还是赢了 没有人能忤逆荒板帝国真正的皇帝 赖轩腿然倒地 像幼儿一样蜷缩进妹妹的怀里 他裹着一件巨大的和服 整个画面竟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宗教感 花子看似温柔的安慰赖轩 但很快的 他就会把父亲的relick插进哥哥大脑 让赖轩从各种意义上 被父亲彻底吞噬 事件结束后 花子开始执行和V的约定 将V送上了神鱼所在的轨道空间站 V在这里接受了荒板科学家的手术 把Johnny的意识从芯片上永久擦除 手术的期间 V的一时在神鱼里 跟Johnny进行了最后的交谈 对于V选择被大公司利用这一点 Johnny暗暗嘲讽 而V也毫不留情地回对 两人的最后一面 就这样不欢而散 从手术中醒来过后 V没高兴多久 就隐隐感到了不对劲 他的精神迷迷糊糊 每天在空间站 重复着无聊至极的测试 直到竹村带来绝望的消息 荒板置不好芯片对V身体的侵蚀 V的寿命最多只剩半年 这下子只要你的嘲讽成真了 不管V怎么的愤怒 怎么去埋怨竹村 他现在的选择也只剩两个 一是签授权合同 委托荒板复制自己的数字意识 存到神域里面 等未来找到适配的身体再做打算 当然了 这等于是把自己变成大公司的一份财产 至于大公司值不值得信任 我想这个世界的历史早就给出答案了 所以V也可以拒绝竹村这个提议 带着遗憾回地球等死 不管哪个选择感觉都很可悲 V非但无法拯救自己 还成为大公司的棋子 协助了荒板三郎的复活 这个结局的游玩过程也很憋屈 从醒来的一刻 画面就变成了严重偏色的阴间色调 然后要不停重复无聊的体检测试 等来绝望的通知 意识到什么的武力改变 的确很恶魔 游戏剩下的三个结局 需要通过另一种方式达成 就是杀进荒板塔 接入神鱼服务器 让奥特来救V 这三个结局的触发条件 看似错综复杂 但其实决定性的因素就两个 一是查入荒板塔的方法 二是接入神鱼过后的最终抉择 先说方法 如果在天台选择找帕南帮忙 攻打荒板塔 就有机会触发很多玩家 眼中最幸福的星星结局 帕南把V叫去他的营地 跟组长Soul一同出谋划策 自定了从地下钻隧道 入侵荒板塔的计划 经贵之前的那些出生入死 阿特卡多家族早就把V 当成了自己人 大战前夕 V正式加入了大家庭 穿上了漂亮的部落夹克 人们围着篝火把酒烟欢 但等天一亮 他们就会为了V去冲锋陷阵 第二天 流浪者们全副武装 攻进城外正在施工的 地下列车隧道 用大量弟兄生命的代价 保证了入侵路线 进入隧道后 经过漫长的驾驶和挖掘 V、帕南还有组长三人 成功入侵 把奥特的信号带进了荒板塔 接下来只剩最后一步 就是前往神鱼的接入点 当Adam中锤突然现身 挡住了他们的道路 无情地残杀了Soul V看得又惊又怒 跟帕南合力进攻 经过漫长的战斗 终于杀死重锤 成功跟神鱼建立了连线 有了神鱼的数据之时 奥特一进去 就轻松地分离了 Johnny和V的意识 成为两份独立的个体 理论上还说 现在只需要再把V的意识 单独放回芯片就好了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奥特发现 芯片的覆盖作用 已经改造了V的身体 如果把V的意识放回去 翻刀会被身体排斥 活不过六个月 是的 在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里 无论我们怎么做 都找不到完美拯救V的方法 我们最后能选择的 只有V余下的人生道路 像回到自己的身体 好好度过最后的时光呢 还是要放下执念 把身体留给Johnny呢 这两种选择 再加上先前杀进荒班塔的方式 就对应了游戏剩下的三个结局 无论你是用什么方法 杀进荒班塔的 只要选择把身体留给Johnny 便会触发节制结局 Johnny不敢相信V的决定 但在V心目中 Johnny早就成了重要的朋友 与其拉着朋友一起死 不如让朋友取代自己活下去 杨杨在神域里黯然道别 然后故事便进入了尾声 我们要操作Johnny 平淡地度过在夜之城的最后一天 这个结局我个人非常喜欢 全程有种洗尽千华的味道 白天的夜之城阳光灿烂 一切如常 Johnny前世留下的那些疯狂痕迹 早已经被世界所遗忘 他收拾好了行李 然后带邻居家爱听摇滚的少年出门 给少年卖了把琴 向着听少年聊到引手 仿佛在听别人的事情 他去了一趟公共墓园 把V的遗物留在了那里 当作最后的再见 如果此时在墓园里走走 可以看到许多老朋友的墓碑 甚至有Johnny自己的墓 跟奥特相邻而葬 上面刻着Johnny的真名 那种感觉真的是黄若隔世 非常的奇妙 扫墓之后 Johnny便搭上原型的巴士 告别这座城市 走向第二次的人生 截至在塔罗牌中 代表着平衡和谐 一种自我的调和 也许那就是现在的Johnny 不再偏执 不再愤怒 人格中永远留有V的温度 如果把Johnny看作故事的主角 那么这个截至截局 真的不失为一个完美的句点 就是人格宏 宏监管 宏监管 你忘了你的温度 宏监管 不,我忘了 但玩家带入的主角毕竟是V马 就这样放弃V的生命 还是会有点难过 那么如果在神域里选择保留身体的话 就会触发星星结局 Johnny的意识将跟奥特离开 进入黑墙对面的网络世界 在听完他帅气的道别之后 V也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中 他跟潘南来到营地 准备和新的家人们一起远离城市 去广阔的美国大地流浪 获得内心的平静 如果之前在天台有打电话给Judy 此时Judy也会主动前来加入V的旅程 塔罗牌中的星星象征着希望和宁静 往往代表着治愈和正能量的时刻 这个结局正是如此 爱人和知友都在身旁 大家满怀希望一同上路 相信能在旅途中找到治好V的方法 这要夜之常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也多数都是问候和祝福 在游戏所有的结局中 这确实是相对最乐观 最幸福的一个 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太阳结局 同样需要V保留身体才能出发 但出发的先决条件 是入侵荒板塔时不找帕南帮忙 而是向Rogue求助 在天台上做出选择后 V就把身体的控制权让给了Johnny 叫他亲自去找Rogue 所以在这个入侵计划中 我们全程操纵的人将会是Johnny 包括最后在神鱼做选择 都会变成Johnny的视角 Johnny的忙 Rogue总是会帮的 他制定的荒板塔入侵方式 是用直升飞机空降 就如同50年前的重演 Rogue全副武装 因子不检当年 说干就干 利落地打了进去 这个入侵方式听上去很酷 但代价将会非常惨痛 因为在抵达神鱼之前 Rogue将会和Soul一样 惨死在重锤的手下 即使Johnny怒火攻心 立即赶翻重锤 也体会不到丝毫复仇的喜悦 只会被负罪感占据 所以说 无论找哪个朋友汪芒 都会面临重大的牺牲 除非呢 你解锁了天台的隐藏选项 如果之前跟Johnny谈心 是回应正确 跟Johnny的好感度够高 那么在天台面临抉择时 停留在选择画面迟迟不表态 就能触发隐藏选项 Johnny见V还在犹豫 便主动开口 说了一个最不理性 最不现实 但是也最爽快 最热血的提议 单刷荒班塔 就你和我 谁都不叫 走正门直接刚进去 把他们全部杀穿 你,我和阿萨萨萨 跟阿萨萨 就像一语音乐 我知道 但信心 我们继续 我们趁着 Nova 這個計劃, 什麼會有什麼? 計劃? 對, 應該是怎麼擁有《Rogue》 我説你拿到最熱的石頭你能找到 走到前面的窗戶 然後剪刀自己的路線 到最低的層樓 如果《Mikoshi》是深深的地下 像《Hanako》所說 你只會找到衛星 如果我必須要死 我比較想要落在我的殼刀 然後放火 而不把我丟掉 你剛才發現了 什麼需要成為一傳 拿著石頭, 讓我們移動 想也能想得到 這個方法會有多困難 敌人家會源源不斷地出現 各個攻擊力超凡 而V一旦倒下 遊戲就會強制結束 開始播放製作人名單畫面 但在玩家的努力下 V就像殺神附體一般 一層層的清場 直到抵達Adam重錘的面前 打響一場 酣暢淋漓的復仇之戰 在這之後 V進入了神域 仍然是那二選一的抉擇 能觸發的結局仍然和Rogue先一樣 只是不會害死任何朋友 絕大歡喜 V選擇了回到自己的身體 迎來了最符合叶之城氣勢的太陽結局 那就是留在叶之城成為傳奇 實現自己最初的夢想 哪怕只有六個月 事件結束後 黃板公司因丟失大量數據 元氣大上亂作一團 而V的大名在傭兵界已經無人不知 無人不想 Rogue甚至主動讓V 讓V繼承了來生之王的名號 V住進了曾經夢寐以求的頂級公寓 俯瞰這個城市 過著揭大膽賺大錢的日子 要活出最後的燦爛 即使身邊的愛人不認同這種生活 V也心意已決 塔羅牌中的太陽代表充沛的生命力 往往象征著重大的成功 在這裡當然就是指實現了目標的V 相信Jacky如果在天有令 也會為V感到驕傲 因為他達成的 是他們兩個人共同的夢想 在故事的最後 有位客戶到來生酒吧找V 居然是神秘的藍眼鏡先生 他帶來了一個高難度委託 要V飛出地球 潛入荒板的賭場空間站偷數據 而V自然是爽快大贏 在尾聲的最後一幕 V穿著太空衣浮出艙外 眼前是五彩斑斓的太空賭場 而賽博朋克2077的故事 就定格在了這激動人心的時刻 在一幕旁客提材的故事 幾乎從來沒有普世意義上的完美結局 總是會留下種種遺憾 但這些遺憾 也會把美好的事物襯托得更加美好 真切的事物襯托得更加真切 2077的整個故事都是這樣 遺憾一個接一個的上演 反而讓我更加牢記那些溫暖的瞬間 更加喜愛那些帶給我溫暖的人物 這個世界明明很殘酷 但你卻會覺得它充滿了溫度 能做到這一點 編劇的人物塑造真的功不可沒 而故事裡那些經典的科幻概念 在經過編劇的重新加工之後 也跟人物和世界精準的融合在了一起 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 在我看來已經非常完整 至於之後組會不會讓V的故事 出現新的可能性呢? 就要等資料片的內容了 以上呢 就是我對賽博朋克2077本傳的建設 我很難單純用一個玩家的眼光 去評價2077 因為它滿足了我對最喜歡的 科幻文學的想像 所以我會把關注點大量的放在 世界觀設定和任務編寫上 而它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 真的很棒 作為一個劇情驅動向的遊戲 現在的2077絕對值得一玩 就算是更看重戰鬥體驗和互動元素的玩家 又是現在的玩法表現 也已經是優點大於缺點了 我期待CDPR能在資料片裡 進一步的完善它 等到那個時候呢 我也肯定會再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體驗 那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 就點贊、分享 支持一下我賽 名作值得介紹 我是雷亞 我們下次再見